超慢跑会让膝盖的受益比较少一点点 但是它是为了锻炼心脏的力量 但是因为脚踝一上来就下期上来 有时候要小心 如果你做得不太好的时候 你的脚底跟脚踝的受益比较大 超慢跑就是一种心肺功能训练 那超慢跑跟一般的慢跑 最大的不一样是 它的两脚离开地面非常短 就马上下来 因为离开地面非常少下来 所以对膝盖的受益就比一般的慢跑少很多 我们一般正常冷重屏幕的膝盖受益 1的话上楼梯是3 下楼梯是6 蹲下距大概是20 跑步大概是25 因为你两脚一起离开地面 所以为什么如果你注意看 突然间关键的流行态的话 它最开始是蹲不下去 然后再来是下楼梯会痛 然后再来是上楼梯会痛 所以超慢跑会让膝盖的受益比较少一点点 但是它是为了不断练习 我们这样的力量 但是它因为脚完一上完 就像是上楼梯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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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楼梯 有时候要小心 如果你做得不太好的时候 你的脚底跟脚完受益比较大 号砂楼梯一半 有二什么好想ori 有二什么好想ori 说一下 我妈妈会带你的脚尴梯一